建设中国空间站 兵舰长舞臂功不可没 深低温液氢液氧燃料为火箭提供了强大动力 助推中国航天启航 如今氢能作为世界公认的清洁能源 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航天也为氢能利用提供了一套特色方案 液氢作为一种高能的火箭推进剂 世界各个航天大国 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液氢作为火箭的推进剂 我们中国航天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就开始液氢的生产制造和研究工作 中国航天的首次产出液氢是在1966年 在中国的长征一号发射成功以后 开始做这个清洋发动机的这个研究工作 直到这1984年 长征三号飞行成功 标志着中国的清洋火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相继发展了长三甲和长征五号 在这期间液氢的技术 液氢的装备的发展 为我们的火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氢是有两个属性的 其实在材料方面 比如建筑 冶金 化工 食品 电子技术等等都用到氢 那么作为能源来讲 提出氢能 直到二次能源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 那么作为液氢来讲 各个国家都是由航天首先应用液态氢 因为这种高效率的储存方式 然后把它又返回到其他的经济领域 制氢 电解水制氢 甲醇制氢 天然气制氢 现在作为可再生能源来讲 更多的是绿色氢 就是我们说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 然后电解 这条氢现在叫绿氢 氢有一个自身的缺点 就是它的密度非常小 提高它的密度 才能提高它的运输效率 那么作为液态氢 它是常温常压下气体的845倍 它等于把气体浓缩了 这样的话我们运输的时候就会提高效率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液氢工厂 在这里氢气会变成液氢 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里面有一个神秘的装备 叫做冷箱 一起去看看 眼前看到的这个设备 是我们氢液化的核心装备 冷箱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把氢气从常温变到零下253度的液氢 氢气从气氢变成液氢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降温的过程 从常温降到零下253度 这个过程呢 需要进行绝热 所有的设备都在这个壳里面进行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绝热的一个真空外壳 所以这个整个装置 提升起来的话就叫冷箱 一道帕的氢气进到这个冷箱里面 经过换热器 气急换热器 一级一级的逐步降温 降到零下253度 然后就变成液氢 输送出去 在我国 燃料电池技术早已被应用于航天领域 现如今 他们也被装进了汽车里 除了在航天的完整的这个应用体系之外 民用领域 目前呢 首先是作为汽车的燃料 不仅是排放和清洁 关键是它跑的这个里程会更长 氢的汽车有两种 主流是燃料电池 就是氢和空气当中一样 反应这个发电 然后用电 这个刀电机 然后用电机来驱动这个车辆材机 还有一种的传统的热机的改变 就把内燃机的一些部件改造以后 氢直接燃烧 这个加氢机呢 就是为清津汽车加氢使用的 我们看到这一排设备啊 将来是要和那个后面的那个加氢窍 组装在一起 来完成加氢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 液态氢的优势是在于纯度更高 再一个就是它的储重比比较高 就是可以让车减少进去加氢站的 次数这样能够提高运输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低温的液氢的储存 它是在低压下储存的 它不容易泄露 氢能作为一个二次能源 它是未来我们国家 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双碳目标 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 将来除了在航天应用之外 在能源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 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